我从12岁就换红斑狼疮 现在42 经历过狼疮的反复发作 在36岁我肾衰了 后来透析肾移植了 这些年 我没有放弃学业和工作 我认识的病友 很多都是一边透析 一边工作 我们都是为了爱 我们的人坚持着 我个人觉得 活着的时候好好活 因为我们会死好久好久 其实很多时候 想起自己经历过的种种 忍受各种痛苦 那时候是真的觉得生不如死 可是过了不久 我又活过来了 有病的人不要和别人比较 不要想着自己不好的 不要多想自己失去的 不然真的会走不出来 多想想自己拥有的 我们开心 家人也会开心的 我遇到过几个病友 一个50岁透析 天天郁郁寡欢 怨天尤人 透析三年后 走了 一个病友透析了十几年 还养着老母亲 到现在也一直在透析 共工作 我刚移植的第一年 医生说 我的慎用不长时间 因为先天条件不好 我那时就告诉医生 请他们多帮我 走一步算一步 不知不觉 我一直都快七年了 未来的路 或许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对于那些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 我想说的是 别气馁 别绝望 坚持下去 我相信你会迎来自己的彩虹 不太喜欢被宠坏了的孩子 这个评价 我对她的看法是 极度缺爱 我自学了几年心里 发表一点看法吧 沙白的母亲 听起来是个 不懂得爱人的母亲 父亲会爱人 但过于软弱 缺乏母爱和父亲的保护 造就了沙白这样 自立自我的性格 对沙白来说 她其实一直是 截然一身的 她在心里上 可能根本没有家 所以她才能这么 决绝地设下 亲人独自离开 因为缺爱 所以比起共情他人 沙白更多的是在 拼命索取别人的爱 这就是她对 护工和表妹的 态度的由来 她被母亲拒绝了太多次 所以她受不了 别人不爱她 表妹只是不理她 对她来说 就是巨大的打击 她生病时 希望她妈妈来看她 并不是希望妈妈 来照顾她 其实是在渴望母亲 多少表达一些些的母爱 她珍惜自己的美貌和身材 也是对爱的 不安全感的体现 她害怕失去了美貌 就会失去来自异性的爱 缺爱让沙白 产生了很强的不安全感 尽管她家境富裕 但她的心理上 缺乏稳定的 爱的能量来兜底 所以她拼命地 学习工作变得强大 拼命的过程 别人羡慕的样子 来获得一些 对人生的掌控感 生病对沙白来说 就是最大的失控 这才是她最难忍受的部分 沙白父亲的性格 看起来是偏软弱的 她不会阻止女儿的行为 也不会去提供太多的支持 78岁的身体 也确实很柔弱了 沙白不敢去依赖她 不敢得到照顾 怕给父亲带来麻烦 对沙白来说 继续活着 确实是无望的 她会失去掌控感 失去爱 这两样是她最在乎的东西 我猜沙白虽然很受欢迎 但可能并没有太多真正交心的 可依赖的人 她看似潇洒 但其实内心的敏感和脆弱 是她自己都不敢触碰的 所以她宁愿死 这种情况 我不想做好与坏 对与错的价值判断 只能说人各有命 唏嘘并尊重吧 说实话 如果我是她的表妹 我一定 肯定 百分之一百 绝对 不会换肾给她 她都不遵医嘱 挥霍健康旅游 把自己累死了 晚死了 我他妈放弃自己的健康 给她挥霍 给她爽 我有病吗 她安乐死是她的权利 她的表妹不换肾 也是她的权利 她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 选择自己的死亡 就不要怪她的表妹吧 既然她已经觉得自己活得很好的一生 那就随她去吧 自负的人 祝福她一路走好吧 看了王菊 以及最近关于沙白的舆论发酵 我才深刻理解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这句话 我是从头到尾 看了三十天沙白所有视频的人 公众包括王菊 很多都是看了断章取义的视频和截图 对她就加以各种指摘 我只想说 那并不是事实的全貌 很多话要结合上下文 要看语境 要了解前因后果 比如说表妹这件事 是沙白已经决定去瑞士 并发了一些视频之后 有一位业女士非常心疼她 主动联系她 帮助她 并坚持说要帮她联系一下亲人 希望她能再试一试 沙白给表妹发的信息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多想 我完全理解你的顾虑 我也并不想要慎 太麻烦了 我还是会坚持原来的想法 但表妹连续三天不回 才是她觉得难过的地方 另外 那个sorry icon 与警号39 T 根本就是英文语境下的一种固定搭配 并不是她觉得表妹要对她说 sorry 就是我们说 icon与警号39 T之前 固定会加上sorry 你可以理解成 一种客气的语注词 王菊直接理解成 希望表妹说 抱歉 我真的很无语 至于沙白的妈妈 沙白有好几期视频提到过她 感觉沙白对她一直有心结 她妈妈从小对她要求很严苛 但却比较少给予无条件的爱 特别是她疾病爆发后 母亲的冷漠态度 让她特别难过 所谓的基因检测 都是一种赌气 如果是责怪的话 她就不会说出 如果基因来自爸爸 我完全接纳 下辈子 我们还要做妇女 这样的话了 因为她长时间感受不到母亲的爱 包括她最痛苦的三个月 没有一个电话 没去医院看过她 注意 沙白只是希望妈妈来看看她 而不是照顾她 Anyway 我同意某条留言说的 沙白是一个极度缺爱的女生 这与她的原生家庭 一定有关系 她的视频 都是决定去瑞士之后发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 她此时的心情 并不是一个平和美好的状态 她不断重复自己爱美 工作好 有人爱 父母宠这样的话 并不能完全理解为真实情况 她只是在将死之前 不断强调这些 这是缺爱的明显表现 我个人觉得 沙白在成长过程中 并没有那种完全来自父母 亲人 爱人的那种无条件兜底的爱 反而很多时候 她都是靠自己 她不是被宠坏的孩子 而是不断要证明自己不缺爱的孩子 一个真正不缺爱的被宠坏的孩子 是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是河面外科医生 为什么没有人提到一个问题 人怎么选择自己的结局 是自己的问题 我不评论 他有能力赚钱 为什么不处理一下他爸爸的那口烂牙 直牙或者做全口的重建 有好一点的牙口 他爸爸的晚年都会至少会舒服一些 他那么喜欢买包包 随便一个包包就够爸爸的牙齿了 我实在不理解这个事情 牙都烂成这个样子了 吃东西是很痛苦的 我实在不理解啊 没有好的牙口 咀嚼不充分 消化道 胃 肠道 胆 肝肾功能 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哎 可怜的父亲 白发送黑发 晚年一口烂牙 孤独终老 流着泪看完这一期的 我的先生就是这个病去世的 得病那年 他31岁 12年后43岁去世的 没经历的人 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么凶险 外人在表面上看他挺好的 但家人感到随时有颗炸弹要爆炸 他要吃激素 要定期化疗 他每天都不舒服 血压高 胃痛 尿蛋白 时不时过敏 发高烧 病来时发生癫痫 昏厥 抽风 原本一个开朗 勤劳 热爱生活的人 被疾病折磨的 毫无生活的乐趣 坚持12年后他走了 走时昏迷了7天 高烧持续不退 他走时我真想跟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为了孩子 我坚持活了下来 那时孩子才14岁 我与先生吉阳相隔20年了 只要想起他来 心里就如万简穿心 万般不舍 泪流满面 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先生的离开是一个解脱 因为面对你爱的人 他的每种痛苦都深深地刺痛你 你不愿意他每天被病痛持续折磨着 写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病非常凶险 沙白肯定知道这个病的后果 及最后离开世界的方式 难道他希望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让年迈的父母事后着 耗尽最后一口气 毫无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吗 他是一个美丽 自尊 要强 追求幸福的女孩子 他把美丽的一面留给了看他的每个人 而把痛苦留给了自己 这疾病的痛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父亲 其实早有心理准备了 我相信他的父亲 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 遭受那么大的痛苦 沙白在瑞典透析时说的那段话 让我再次泪流满面 祝福沙白姑娘 在天堂没有疾病折磨 无忧无虑 漂亮优雅地活着 至于沙白和母亲之间 她们说的话 别人务须放大 母女之间 无论说什么狠话 过后依然是亲密无间的母女 再说 我们每个人情绪激动时 谁不说狠话 一直支持王菊 但这期非常反对王菊的观点 因为你的至亲没有得过这种病 你不了解这种病 对病人及亲属的摧残 及刻骨铭心的痛 用俗的话说 不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我也是个退休医生 生活在美国 理念是 当我行动不便时需要卧床 不能户外活动了 就该走了 不浪费资源 不麻烦任何人 但是会隐私性离去 不会影响他人的情绪 悄然而来 也悄然而去 我是医生 我在肿瘤病房待过半年 其实我想说 我印象深刻的 倒不是那些不想活的人 而是大多数人都太想活了 这点比较震惊我 其实他表妹并不欠他一句道歉 不回应 已经是最温柔地拒绝了 非要撕破脸 说那我不愿意更加伤人 他是典型的精英思维 从骨子里瞧不上 一切平庸的生活和穷苦的人 这是无法改变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 在中国很多人都有 无论如何 他赴死就像开启一段旅程的 这种态度 很让我敬佩 我也希望 我能有一天 可以以这种态度面对死亡 沙白事件 归根结底 就是人生的意义 这个永恒问题 王菊的答案是责任 沙白的答案是 体验 责任未完 不该自寻短见 或者体验不好 不必赖活 其实背后 就是支撑生命的信念 利己者 自己就是一切 利他者 牵挂千千万 每个人体验世界的耐受底线 各有不同 尊重各种的不同 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试图对私人领域的选择自由 画一标准 看待底线 也是一种 左派试图平等公正的 惯用手法 不要用法律观点 看待安乐死的合理性 所有法律 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并非判断行为 对错的金标准 人类基因中最古老 最基本的是自私基因 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让利他这种社会属性基因 淡化了自私基因 但实际上 也还是有利于 繁衍人类的曲线 自私基因而已 顺其自然吧 出生不由自己 死还看别人脸色 真累 无论坚持还是放弃 作为旁人的我都会鼓掌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我有四期肺癌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两年内 我也想过最后一步 在家里接受临终关怀几个月 最终也会选择不救的安乐死 我跟老公也说过了 我要一个living funeral 谁主持 哪个餐厅提供食物 我都很乐观地想好了 我会请我最好的朋友们 360度地夸我一番 至今 我还是每三个月都要MRI CT大检查 每次检查 都相当于得一个死亡审判 但死亡对我来说也不可怕 因为死我了 我就不用管其他事了 对我家人里说 他们还要从痛苦中走出来 这才是更难的 为了我的家人 我不会主动自杀 我会为他们努力低活着 继续赚钱 直到宇宙觉得我的时间到了 沙白不愿意吃激素 我其实很理解 我也吃过强激素 两周内增重20至30磅 超过我怀孕40周的体重 走路都疼 当时我很怕路过镜子 看到那个无法识别的自己 还好 我的孩子从来没认不出我 朱令的病前病后的身形变化 就是激素的影响 沙白的表妹 我也有不捐赠肾脏的权利 作为SLE的患者 我想说的是 如果仅遵医嘱 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病情是可以控制的 而且现在不管是激素 还有生物制剂 包括越来越成熟的 Carty都是很好的应对方案 从病友群得知 沙白女士为了自己的外表 自行停药 晒太阳 剧烈运动等等 这些都是SLE患者的大计 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也佩服她的勇气 但是我并不觉得 这是她的最优解 我仅代表我自己 建议SLE并有能勇敢面对 正常生活 往往很多整容过度的人 心里都有扭曲的一面 过分追求自以为是的真理 愈演愈烈 走向极端 掉进深渊 她冒昧地想着表妹要慎 这种高高在上 舍我其谁的思维 也就不难解释 当表妹不见她之后 她还能质问表妹 怎么不说一句抱歉 她骨子里刻着阶级 她优越地跟低等人说 给我慎 给你钱 我潇洒走过四十多个国家 不只是拍照片 我买了一百万的奢侈品包包 把死亡的过程直播落幕 拉着假牙都没有装的父亲镜头前 自拍尴尬做表情 其本质只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 唯我独尊的悲哀之人罢了 要挣钱 要身材 要出国旅行 要知识 要被追求 要很多爱 要性 这个女孩对完美人生的描述 全是要 却没有一个给字 这不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今天的价值观 毕黑补充 希望不是绝大多数 我看了沙白女士的视频 我自己的感觉 她的确是一个很有能力 也想得很清楚的女性 行动力也强 说白了是个狠人 但同样 从我的定义里 她是一个虚荣肤浅 没有太多内涵和深度的女性 这和她能赚钱是两码事 比如 她坚信没去过四十多个国家 没有马甲线 没有赚那么多钱 就不能属于活得好好的 这个观点的确比较狭隘 我相信 她需要活在光鲜的光环下 也需要来自旁人的艳羡眼光 与其说是疾病和痛苦 了结了她的生命 不如说是心理障碍和精神状态 决定了她无法继续下去 说句比较俗气的 性格决定命运 祝她安息 王菊确实是一个标准的保守主义者 对传统的家庭 道德乃至生命观都相当的尊重 但是我不认为 王菊能说服这位女士 她的价值观是相当后现代的 完全摆脱了一切的宏大叙事 只把人生当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旅行 只要自己觉得体验够了 而且未来的痛苦大于快乐 随时可以选择结束 而且这种价值观相当的自洽 毕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出生不是她所愿 那选择死亡自然是她理所应当的权利 至于传统价值观意义上的束缚 早就被用类似的理性结构了 生命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生化反应 没什么神圣的 家庭和婚姻 不过是在传统社会中 在生育本能和财产权中诞生的制度 又有什么天然正确性 至于人类文明的存续 那更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死亡之后就是虚无 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这就是现代科学发展之后 理性解构了一切传统的 美好的东西之后 该怎么建立起一个新的道德的难题 面对这种事实上相当成功的虚无主义 至今我也没看到哪怕是哲学家 能给出完美的答案 今天我和我老婆讨论沙白时 我的观点和王菊完全一样 我老婆一直都关注沙白 所以对整个过程都比较清楚 我们认为沙白妈妈最后对沙白所说的那些话 完全是一个妈妈痛心女儿 完全不对自己身体负责的最后呐喊 所以才会说 你知道你这个病拖累了我多少吗 沙白从小就受到父母那么多的关爱 她二十岁得病的时候 父母肯定是想尽办法帮她看病 并且还要瞒着她 直到她坚持要晒太阳的时候 妈妈才告诉她真相 这不是一个好妈妈对孩子深深的爱吗 沙白自己一再随心所欲不遵医嘱 妈妈一再一再失望 到最后沙白还要去查基因 然后怪到妈妈头上 真是骨子里极度自我 真的是被宠坏的孩子 我有克罗恩病 也是罕见的免疫性疾病 发现的时候我刚刚工作 好在我这人心态比较好 每两个月打一次生物质疾到医院报到一次 现在恢复还不错 和正常人没两样 关于亲子之情 我赞成沙白 父母与孩子都是互不相欠的 不要以所谓的养育之恩 或者落伍的孝顺观念 去绑架孩子 我认为亲子关系是相互的 就是父母给予孩子多少关爱 孩子会懂得 长大以后会回报 这是爱 是由亲子之间养成的情感去驱使的 华人陋习讲求孝顺 孝顺的关键在于顺字 就是要求孩子要顺从父母 这是一种上对下的不平等关系 这也是古代统治阶级标榜孝的原因 皇帝对于大臣是父亲 大臣对于百姓也是父母 所谓父母观也就是如此 现在社会讲求孝道 也是把养老人的责任 推给了自己的下一代人身上 而不是社会负起了大的责任 政府谢责了 正如我上面所说 亲子之间的关系 必须是爱这个核心情感去驱动的 父母要先付出爱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才会同样地去爱父母 这爱包括关爱 陪伴 平等沟通 互相尊重 以及谅解 至于出于某种目的而去生孩子 在现代社会是注定徒劳的 例如 养儿防老 例如 没多少关爱孩子 却要求孩子回报 孩子是投资品一样 正确的亲子观念 请容许我引用胡适先生的看法 请大家多多细读 胡适写给儿子的信 我养育你 并非恩情 只是血缘使然的生物本能 所以 我既然无恩于你 你便无需报答我 反而 我要感谢你 因为有你的参与 我的生命才更完整 我只是碰巧成为了你的父亲 你只是碰巧成为了我的女儿和儿子 我并不是你的前传 你也不是我的续片 你是独立的个体 是与我不同的灵魂 你并不因我而来 你是因对生命的渴望而来 你是自由的 我是爱你的 但我绝不会以爱之名 去掌控你的人生 BTW百年前的胡适先生 已经有如此先进的观念 但关现在华人社会 有此观念的人 寥寥可数 实在可悲 相信这清朝籍的落伍观念 在中国农村 也更普遍存在 养儿防老 鸡娃孩子 想着望子成龙 日后也好顺带着自己也富起来 等等而去生孩子 或者要求年轻人去生孩子 怀抱着理想的目的 生孩子是养股式的投资 不愿意说死人坏话 但是当我看到他父亲满嘴 只有二至三颗牙的脸盘的时候 再看到这个女人全世界旅游 还要亲属换肾这件事 我只能说这个女人很自私 这次我不同意王局的观点 依瑞士的辅助CS 也是有严格审核程序的 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 能走能说就是状态好 二 每个人都自己的标准和要求都不同 有人可以断尾求生 而有人的要求 美人与英雄 不许人间见白头 三 关于他和他父母的关系的看法 来自于容器说 父母只是创安达造出生命的一个容器 是自由学派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 只能说这个观点在大陆是非主流 四 最后关于撒切尔夫人的那段 我觉得你就有点自作多情了 撒切尔的那段话 一样可以作为斯大林 老毛 甚至普京的借口 我还是推崇对公共领域 我们应该享有消极自由 对于私人领域 我们应该享有积极自由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妈妈确诊晚期癌症 但她很坚强 积极配合治疗 前后做了几次大手术 每次我们都被告知 这次可能挺不过来了 但她每次 每次都战胜了病魔 最后 她竟然坚持了16年 中间她甚至还上了一段时间班 这16年 对我们姐弟三个事多重要 双碳号她的精神 也鼓励了我们一生 所以 我看不起沙白 她把自己的胆怯和懦弱 变成自由自我的化身 实际是种不负责任的逃兵 她的病情急转直下 主要还是自己做的 我有女性朋友 六年前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红斑狼疮70%是系统性的 当时她还是学生 家里条件一般 仅仅在一个四线小城市的三甲医院 医生让她按照药方 也有激素 拿药 天天吃药 结果是第一 肾功能没有问题 第二 身体没有其他诸如体重骤增等问题 什么体测 锻炼她都参加 甚至还去爬山 还有不能晒太阳 她说一般是光敏性的原因 就是吃了一些食物后 太阳光会诱发病情发作 而不是直接不能晒太阳 当然为了身体考虑 不晒最好 第三 我帮她拿过药 学生医保1000多的费用 只需要交400多 拿的药能吃两个月左右 视频主角的一支药 那么桂冠五年代价巨大 是完全可以比避免的 而且就在去年我关注的某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说 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有新突破 就算没有 在当下的情况遵循医主治疗健康活20年不成问题 公众号说的 我的评价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光让她爸妈伤心了 嘴上那么豁达 其实心里根本过不去这个坎 以上说错了 就当我瞎编的 有好些天都刷到了她的视频 本来是不想花时间去关注她的 但无奈我每期必刷的王菊讲到了她 看完我也说几点自己的感受 一我看了她的一些内容 并不是很喜欢她这个 感觉她是一个一定要让自己活在非常光鲜 非常优质状态 有我处境里的人 像是一个只愿活在一个粉红色泡泡里的人 而不愿意接受生命中存在残缺与缺憾的人 她坦言 她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人 既要身材好脸淡美 又要有钱有自由 还要有很多人追 很多爱 且受很多人羡慕的人 缺一不可 按照她这样的标准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与生命都是不值得去过的 有多少人有她那样的条件 一年就能赚一百八十万 能说四五门语言 受很多异性追求呢 如果我们把值得去过一生都用如此高的标准来看 那么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 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 是否都没必要去活了 知乎上搜了一下 发现埋态她的人不少 估计也是感到某种不舒服吧 她是只愿活在一个被定义中的非常精彩的人 她虽说自己这一生体验了许多精彩 许多别人根本没有条件去体验的丰富的人 如履行过四十多个国家 但整体下来 我并没有感受到她对于生命真正的那种热爱 她在价值观上将生活用非常精畏分明的好与不好 完美与不完美去进去了区分了 她只愿意接受其中美好的那一面 而忘了生命除了有美好和精彩 也有遗憾 残缺 苦痛和无奈 是那所有好的和不好的 共同组成了生命的万花筒 二 她也是一个活在别人目光中人 她是个很爱美的人 为了没可以牺牲健康 从而去拒绝服用 可能导致自己发胖激素药物 除此之外 也感觉到她似乎是要求自己的生活 必须得完美的人 她定义的精彩里 包含了履行过几十个国家 受很多异性追求 诚然 这些都是某种精彩 但这些更多都是一种外在因素 其实 一个内心足够丰富充盈的人 即使没有这些看似精彩令人羡慕的点 依旧可以在内心中感受到 许多生活本身的美好与丰盛 因为太过于在乎那些外在因素 我甚至也些许怀疑 她内心是否有着某种程度的空虚与缺失 才需要这些内容去弥补 她在价值观上非常推崇个人观点 自主权 这其实在西方文化里确实是被推崇的 这我个人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 但我总感觉 这些个人价值观 并未扎根于非常深刻的个人经验与情感 她如此一意孤行 赴死的做法里 本身也是受头脑观念中 个人主义所导向出来的 任何一种价值观 一旦意识形态化 ideologesis 我自创的这个词了之后 都会有将本身无比丰富的现实 过于简化的风险 就像本来这个世界的真实色彩 无比缤纷 但是你一定要拿着一只 仅能呈现出非常有限几种色调的滤镜观看 那么你必然难以观察出 其中隐蔽而微妙的文理和波澜 因而 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正确 而值得推崇的价值观 还是有可能矫枉过正 正如这个世界 不可能只有完美一样 正确与完美 也并不是一定要去尽数符合的 现实有太多复杂无奈的灰度 它头脑里 关于自己完美人生设定 也将它带入了死胡同 其实 生活的精彩 本身也是可以多样化 个性化的 但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所定义的好的生活 都是比较常见浮华标准之下的 好 它自诩会四五门语言 那是否曾感受过 读到几本好书过程之中 领略到的那种辽阔与深沉 是否为别人的遭遇与命运 深受触动 感动 我是怀疑它 能否有多少这种深沉的内心情感体验的 一旦体会过 并因此而真正热爱生命 它自然会对这个尘世 怀有更多的眷恋与不舍 还有就是 我其实并不十分了解 它直播这整一个过程的心理动机 在分享自己生活 以及宣扬自己价值观背后 是否也有着希望得到关注的心理需求 除此之外 许多网友也指出 如果只是寻求无痛地结束自己生命 是大可不必花七十万 大费周章地跑去瑞士进行的 留着这七十万 可以给父亲种一口好牙了 三 他是有着某种自己未意识到的心理困境的 这些应该是他进入误区的一个原因 此外 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不排除有着某种早年间的依恋创伤和情感缺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许多视频里许多部分都试图呈现得很阳光 视频内容里除了分享动态 还有一些关于自己的观点与理解 明显有强烈情感涌动的时候不多 但是谈及自己的母亲 以及自己母亲 生下他是父母自己选择 而他对父母没有责任的部分时候 我能明显感觉到 有着较大的情感涌动 这里让我感觉 他跟他母亲之间 是有着某些未化解 处理好的矛盾与隔阂的 从这种方式里面上 再加上变得更大 由于原来的 和性感变得更高 两变得更高